原房 今天晚上 你们两个必须原房 你干什么 奶奶说 让我尽快给他生个孙子 干嘛 你干嘛 放开我 不是要生孩子吗 知道怎么生孩子吗 尚语谦 清醒的 她是被逼的 不是真心要嫁人 我尚语谦 还不至于对一个乳秀未干的 小丫头骗子动手 不是 不是 你不用解释 我知道你不是自怨的 你小的时候 被奶奶从孤儿院带回来 你嫁给我 这是为了不安 这是离婚协议书 有额外要求 尽管帖 离婚 三个月之后 我们正式离婚 陈子 今晚就将就一下 为了不让老太太担心 你睡床 我睡沙发 我想说 嫁给你 我是奶奶逼的 是我自己愿意的 关灯 睡觉 苏星云 别瞎想 她是天上的星星 你就是地上的一块泥 要不是奶奶收养 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跟她有交集 她也不喜欢你 老婉 昨晚 新婚夜过得怎么样 老太太安排她来公司实习 今天再报答 你安排一下 收到 绝对办法 她看到你 怎么跟老鼠见到猫似的 看来果然是被老太太逼的 你是不是平时对女孩子太凶啊 都跟你说了不要这么凶 不讨女孩子喜欢啊 话太多 年终就简断了啊 别啊 商总 我错了 商总 商盛大厦一共九十九层 今天我们就参观 商盛集团旗下剩余的几个重要部门 当红明星有一半都是我们剩余签下的艺人 没事吧 没事 周大哥 我们继续吧 那我带你参观一下下一个部门 嗯 这么厉害 周大秘书可是总裁身边的大红人 他怎么会亲自带一个实习生呢 肯定是女朋友 不然哪会那么伤心呢 哇 这么近吧 我可我得在群里面八卦一下 大爆料 周秘书的小女朋友进总裁办公室实习了 哇 周秘书竟然有女朋友啊 早上两人可是命啊 周秘书恨不得把人抱在怀里走 对啊 估计早就同居了吧 伤总 周大哥 把我安排在总裁办是不是不大好呀 怎么会呢 你可是商社集团的少奶奶 哎呀 你别救少奶奶了 我跟大哥也是因为奶奶才结婚的 况且也不会结很久 周大哥 你说大哥他是不是讨厌我呀 怎么会讨厌你 你上学那会儿他那么忙 还记得给你开家长会吗 然后他没时间 每一次都是让你来帮我开家长会的 别多想 他就是不爱笑 以后在公司有什么记得找我 走吧 好 这个项目我觉得应该改成这样 那下午开会之前我再提醒你一遍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出去了 听说 我老婆变成你女 哪来的谣言啊 不是 你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这么关心的 还没正式办手续 所以目前他还是我的合法棋子 这事是我办的不妥 我今天正好不忙 就带小星星参观了一下公司 公司的留言我会尽快处理好的 去把人叫过来 现在 你不怕被别人看到 我现在就去叫他 怎么从那里出来了 我怕被人看见 还好 你的休息室和周大哥的办公室相通 周大哥 叫的倒是亲呢 我一直都这么叫 说什么 哦 没说什么 你们在天台聊得很开心 啊 没 没有啊 就随便聊一下 他看到了 特意叫我来 就是为了问这个 他很在意我和周大哥 公司有很多老太太的心腹 我不想公司的流言蜚语 传到他的耳中 哦 原来是一位奶奶啊 我们虽然签了离婚协议 但是还没有正式离婚 所以这三个月 在奶奶面前 我们还得扮演恩爱夫妻 你知道要怎么做 哦 我知道了 出去 你跟心眼说了什么啊 他眼全都哭红了 你对他有想法 我 我能对他有什么想法 老太太带他回来的时候 他才十岁 我可是看着他长大的 注意点 别让老太太听到什么不该听的话 出去吧 对了 实习生的入职宴定在哪里 在福德宫 你要去接他 不一定 把地址发我手机上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你好 你好 别拒紧啊 多吃点 嗯 好 你好 我叫张佳佳 是今天跟你一起新入职的实习生 以后我们作伴 我也没那么孤单了 哦 你好 我叫宋星野 我听说 以前这种实习生的聚餐 来的人也不多 今天居然全都来了 这可是全偷了你的福呀 啊 我啊 大家都要给周大秘书面子吗 你是他的女朋友 你没发现 大家都很巴结你吗 刚才给你敬酒的那几个 可是总裁办的自身秘书 我和周大哥只是普通朋友 哎呦 你就别骗我了 既然你是周秘书的女朋友 那是不是 有机会能接触到商总啊 总裁 不是不是 我和总裁不熟 大哥这么抗拒 跟我结婚 肯定是不想公私的人知道 我当然知道你跟商总不熟 我是说可以通过周秘书吗 喂 大哥 一会儿出来 送你回去 星野是我的妹妹 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们的关系 这对女孩子影响不好 这么说来 周秘书和小星星是养成系的青梅竹马了 多吃点 大哥 不用来了 周大哥他会送我回去的 挂了 肯定是奶奶逼他来的 宋星野 你不能这么不懂事 双总 好巧呀 你怎么也来这儿 能送我回家吗 你一定要多吃点 你看 那个是不是总裁的车子 总裁车上怎么有个女人 总裁有女朋友了 还没见过商总车上有个女人呢 那个女人是谁啊 不知道又用了什么手段勾搭上商组 对吧 星野 原来他这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婚 是因为心里有人 阿谦那小子对你好不好 在公司没人欺负你吧 没有啊 大哥在公司很照顾我的 都结婚了 怎么还不改口 要嫁老公了 奶奶还不知道大哥心里已经有人了 三个月后要是我们离婚 会难过吗 阿谦啊 就是个工作狂 动不动就睡在公司 昨晚 他是不是又没回来 这个臭小子 星野 等他回来 我好好的替你说说他 奶奶 大哥平时工作真的很忙 您就别说他了 昨晚 他是不是跟车上的女人在一起过夜 会心疼老公了 好好 哈哈哈 来了 大早上的怎么了 你知道昨晚总裁跟谁在一起了吗 谁啊 是江音音 刚刚他跟总裁前后脚去了公司 衣服都没有换 肯定昨晚就住在一起的吧 他不是扬言不会嫁好门的吗 话是怎么说 总裁啊 非他不娶 他会不同意 你们说的那个音音姐 是拍那个刁蛮郡主的音音姐吗 除了他 娱乐圈还有第二个江音音吗 原来他喜欢的人是江音音 那可是所有男生眼里的梦中女神 长得漂亮身材也好 而我 难怪他不凶 他只不过是会营销罢了 他的黑料可是满天飞的 而且 有同事发现 商总的无名指掌带了戒指 我怎么忘了这个 商总该不会已经偷偷领证结婚了吧 怎么可能 商总连女朋友都没有 你们再说音音姐吧 他人呢 就在走他办公室 新颖 你还没见过他真人吗 这杯咖啡 就拜托你来帮我送了 谢谢啊 不是 他都三十了 有女朋友很正常 奶奶最大的心愿 就是他能够结婚生子 现在他有女朋友了 还是女神江音音 我应该祝福他才对 对不起 进来 出去 进来 把门关上 音音姐 你的咖啡 不敲门就进总裁办公室 有没有点规矩啊 江小姐刚才脚崴了 不小心摔倒了谁 商总 你跟他解释干什么 他是谁呀 我不能让音音姐误会 音音姐 你好 我是总裁办新来的实习生 也是您的粉丝 您能给我签个名吗 原来是刚来的实习生了 大概是怕实习生不懂事传出去吧 还以为是什么有身份的人 在哪里 这儿 谢谢音音姐 阿谦 我觉得合约的事 我们有必要再重新谈一下 今晚八点 君临酒店888房线 我等你 拜拜 站住 宋才 你看到自己的老公和别的女人就缠不清 你的反应居然是找他要签名 可是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 大哥 你不用试探我的 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不会妨碍你跟音音姐的 也不会告诉奶奶 所以 你没有任何不高兴 没有 当然没有了 我高兴 音音姐是我的偶像 她和大哥你 简直是狼才女貌 天生一对 相当般配 如果你要娶她的话 我双手双脚赞成 如果你想让我和她解释 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话 我也可以的 我知道 你是想让我看清楚自己的身份 戒指呢 我早上摘掉了 我怕被人看到了 你就这么怕别人知道没结婚 是我见不得人还是拿不出手 她居然带着婚件 不是这样的 戒指在这儿 我怕被人看到了 对你影响不好 你居然把她塞到口袋里 被别人看到还是被奶奶看到 你自己选一个 我知道了 我先回去 被同事发现我和总裁戴一样的戒指 才是天塌了 我是在被音音姐发现 挑剑黄河也洗不清 小星星 周大哥 晚上记得等我啊 嗯 拜拜 过来 晚上干什么呀 小星星不会游泳 刚好我会 就约了晚上教一下 晚上啊 教她游泳啊 其实 这个游 也不是非教不可 小星星 今晚临时加班 不能教你游泳 自己去约会 让自己的秘书加班 七点五十了 从这里到军林酒店 正好是十分钟 可是 她要去跟人私会 为什么要叫上我啊 难道是怕被奶奶发现 那我来给她打野货 多怪我 要不是因为我 她跟音音姐不用头痛 这里不是军林酒店啊 大哥 你不是跟音音姐 约了八点 在军林酒店见面吗 你把这事给忘了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把我推到别人准处 我又不知道 你们要去上床 宋星野 这是哪儿啊 我们的婚房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难道你还想回老宅 跟我睡一间房 在奶奶看来 我跟大哥已经圆房了 如果继续在老宅住 肯定会露笑的 我可以住员工宿舍的 你觉得 要是被奶奶知道了 会怎么样 下车吧 反正最多也就三个月 三个月后 想住好宅也都住不上了 进来吧 饿了 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 餐厅在那边 要是吗 是的呢 我来坐吧 大哥 你还会做饭呢 我会的可多了 等着吧 快吃吧 看什么 我长得像肖战了 只是没想到 大哥你穿家居服 居然这么显年轻 我平时很老啊 不老不老 你平时很年轻的 只是你穿的衣服 闲了而已 我大发现 吃饭 大概吃菜 松口 忘了它有洁瓶了 别人用过的筷子 它是绝对不碰的 大哥我 尝尝吧 看看合不合口味 大哥 你做这饭也太好吃了吧 堪比那个米其林大厨哎 你要是喜欢吃的话 那就每天回家 我做给你吃 为什么 外面不安全 不许太晚回家了 可是这样 也一点会误会的吧 你说什么 不愿意啊 怎么会不愿意呢 不愿意 谁让它跟你做饭 那么好吃呢 我平时很贤老吗 少爷你正直壮年怎么会 少奶奶来了 等一下 怎么 让我八台大叫请你上车 大哥 我们每天一起上下班 万一被公司的人看到怎么办 他应该也不想公司的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吧 你是觉得我们的关系见不得人呢 少奶奶上车吧 这车窗是隐私玻璃 不会被别人看到 而且这附近也没有公交车站 打不到车 他不想上车就让她走着去 少奶奶就是低调 如果换成其他女人 巴不得满世界宣扬自己是商圣集团的少奶奶呢 你别叫我少奶奶了 我 还不习惯这个称呼 好想 忘了杨叔叔是奶奶那边的人了 音音姐 商总可能还没回来 要不你再会议室的 音乐我让周秘书先就问问 滚开 我你也敢来 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狐狸精勾搭商总 昨晚放我鸽子 他这是发什么疯 听说是商总昨晚放他鸽子了 他在酒店等了整整一个晚上 今天一早就杀过来 我就说嘛 商总怎么可能看得上他这种货子 那他嘴里的狐狸精 昨晚有人看到商总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上了车 还有其他的女人 总裁不是常年住在公司吗 他这是捉肩来了 他有什么历程捉肩啊 还真以为自己是总裁夫人了 上次在商总车里的女人 恐怕就不是他呢 走走 吃瓜吃 看看商总是不是真在办公室里藏人了 还真没见过哪个女人 在总裁车里连续坐两次 说不定真是未来总裁夫人 走走走 商总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站住 戒指了 在这呢 这不是怕昨晚游泳的时候弄丢了吗 毕竟这么贵重 万一丢了对吧 以后都得带着 不许择下 大哥 这三个月必须带着 没得上来 常总 上总我进来了 真大胆 居然敢擅自进走才办公室 谁让人家是绯闻对象 你有资本呢 他算拿门子绯闻对象 大哥 商 商总 你慌什么 要是被阴阴姐发现就走了 商总 出去 商总 昨晚我 要我说第二遍吗 我这人被赶走了 全部都被拒绝了 你拒绝了吧 看什么看 信不信明天让你们全部滚蛋 让开让开让开 真把自己当跟葱了 以为自己是总裁夫人了 那别 别搞得跟偷情似的 我这是为你好 要是被阴阴姐发现 我看你怎么解释 你说什么 我说 既然已经离婚了 虽然还要再瞒三个月 但是在这期间 还是尽量不要被阴阴姐误会 比较好 阴阴姐 你跟她很熟啊 当然熟了 毕竟将来是要做我嫂子的人 宋星野 我先出去了 免得一会儿又被人发现 总裁 叔 我把江音音安排在会议室了 他跟盛宇的合约到期了 想跟你聊一下续约的事情 他说想让 他要是不想续的话 就让他走 好 知道了 这个江音音也真够奇怪 不是吗 瞧他嘚子 你怎么才来啊 今天一大早 依阴姐怒气冲冲地闯进总裁办公室里 说要捉奸 周秘书拦都拦不住 伤总可生气了 你们说 他俩会不会真闹白了呀 是吗 还以为这是他家呢 他真以为自己是上升的女主人了 说到底 不过是一个戏子罢了 佳佳 别这么说 人现在还在会议室里生气呢 商总也不过去哄一下 音音姐今年的合约就到期了吧 该不会真的不虚约了吧 音音姐不会真误会了吧 对了 刚才音音姐经纪人让送杯咖啡进去 星野上次是你送的 这次也拜托你了 你是周秘书的女朋友 她肯定也不会为难你的吧 我一年给公司赚这么多钱 剩余最难的时候 全靠我一年九步犀利挽狂澜 我都暗示得这么明显 就差在她面前脱衣服了 她真是半张脸都不肯给我 就连雪寒烟那个只会爬窗的骚狐狸精 作品没几个 都敢公开跟我叫板 我的小祖宗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让商总听见了 可怎么办呀 听见就听见了 大不了一拍两三 别说计划 商总开出的续约条件 还是很有诚意的 显然对你也是有感情的 你今天早上呀 太冲动了 她可是商语谦 你怎么敢闯她的办公室 谁让你进来的 滚出去 我让人给你送的咖啡 你消消火 我接个电话 燕姐 你的咖啡 小粉丝 燕燕姐 你还记得我呢 我问你 昨晚总裁跟谁在一起 我不知道啊 燕姐 算了 你一个小时牺牲 怎么会知道她的事 我问你 你觉得我跟许晗燕 那个倩人 商总更喜欢谁啊 那当然是燕燕姐你了 我们商总啊 她不喜欢那种 小白花类型的 你怎么知道 商总的喜好 是 周秘书告诉我的 周秘书 你是周秘书的 那个小女 不是 走走走走 周秘书只是我大哥而已 那周秘书有没有告诉你 总才喜欢什么类型啊 不知道生孩子吗 知道怎么生孩子吗 明明是只想拜托 就别学人家狐狸精玩掉真 周秘书说了 我们商总啊 喜欢那种千年狐狸精类型的 说的不就是 莹莹姐你吗 千年狐狸精 不就是之前我拍 聊战里面的角色吗 真的 你觉得总裁 喜欢我 那当然了 莹莹姐你这么漂亮 要身材也身材 要演技有演技 放眼整个娱乐圈 还有比你更完美的人吗 没有 这样就能帮大哥晚婚姻解了吧 年纪不大 小嘴挺甜 哎 堂姐 剩余那个合约 我看今天就签了吧 顺便我一会再去给商总道个歉 好好好 我现在立刻去拿核桃 是你跟丫头说我喜欢狐狸类型的女人 那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我哪敢多嘴 你的姿势 你说她怎么就那么喜欢 给自己的回上扣绿帽子 能是 她不喜欢 没想到姜音音又续约了 她打什么心思路人皆知 真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佳佳 你是不是和音音姐 有什么私人恩怨啊 我就是讨厌她利用明星的身份 天天捆绑总裁吵飞吻 你喜欢总裁 不是啊 你别胡说 其实 我确实喜欢总裁 我就只告诉你一个人 你 真喜欢总裁啊 两年前的一次宴会上 我对她一见钟情 那个时候我就发誓 我一定要成为她的女人 你和她接触过吗 当时在宴会上打过招呼 估计她也不记得了吧 就打了一次招呼 你就爱上了 她是什么样的人 你了解吗 星爷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是把你当朋友 我才告诉你的 你懂什么叫一见钟情吗 星爷 你就帮帮我忙 我怎么帮你啊 你知道的 我们当时牺牲的 没有机会接触总裁 不过我听说 过几天的年会上 是唯一接触总裁的机会 到时候 在表演环节 获得第一名 就能成为年度四花 听说可以在晚宴上 和总裁跳第一支开场舞 只要我成为四花 就能跟总裁跳舞 到时候 哎呀佳佳 像生雨谦那种人 不是我们这种繁复俗子 可以触碰的 你是凡夫俗子 我又不是 我爸是张建业 我是张氏集团的千金 你是 张氏集团的千金 你怎么到这儿来到实习生啊 为了总裁 这算什么 我们俩是一起来这儿的 你会帮我的对不对 要我怎么帮你啊 很简单 晚宴的时候 我会表演芭蕾舞 到时候 你就当我的舞伴就好了 我不会跳芭蕾啊 你要是让我上去 我肯定会给你搞砸的 你还是找别人吧 我就是要找一个不会跳的 到时候你就随便跳 我们就营造出一个喜剧的效果就好了 你只需要当个丑小鸭 衬托我的高贵美丽就好了 哎呀不行不行 佳佳 我真的不行吗 老公 你来来 你把大哥费注给我改了 老公 周秘书啊 你俩可真是这种嘛 好了好了 我就不影响你俩谈恋爱了 等会儿我再跟你说年会的事 喂 干嘛 中午下班到我办公室一旦 总裁 你找我什么事 这里没有外人 不用叫我总裁 不行 在公司还是叫你总裁吧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要是被人听到了 就不好解释了 随你 总裁 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啊 没有 那 那你叫我进来干嘛呀 是老太太怕你在公司吃得不好 所以特意让人给你送了饭过来 可我已经吃饱了 就在员工餐厅 我还没有吃啊 总裁您日理万机 但是啊 这身体健康最重要 饭呢 还是得按时吃的 吃饭吧 吃饱 给我再吃点 我吃饱了 总裁 要是没其他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你要是想让奶奶明天亲自过来看你吃饭的话 你就走 吃饱就在这儿午休会儿啊 午校啊 我可不希望有人在奶奶面前嚼舌端 是我没照顾好你的 这爬子也太难受了吧 我都落枕了 这我两个怎么什么都跟他说 我只是一个公司的小员工 这点困难 我还是可以克服的 奶奶那边呢 我也会解释的 以后午休都在我办公室 总裁 怎么还不睡啊 我好像没那么困了 要不我还是先回去吧 再不乖 我可要陪你一起睡了 只是这沙发 我睡我睡我睡 好好睡吧 这么霸道的男人 怎么那么多人喜欢他 清野 你中午去哪儿了 出去那么久 而且回来的时候 脸通红通红的 你快老实交代 我只是中午 却睡了个午觉而已 胡说 你家在城南 那么远 我中午去宿舍的时候 你也不在 我还见到周秘书 中午不回宿舍 又没和周秘书在一起 难不成 你去搜回情人去了 不要瞎说 原来你手机里的老公 还真不是周秘书 你也太牛了 竟然敢劈周秘书的腿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我和周秘书 不是那种关系 我又不会告诉他 你干嘛生气吗 那你不要瞎说吗 好好好 我替你保密 那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就是在宴会的时候 做我的舞伴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就把你 私会情人 劈腿周秘书的事 告诉别人 到时候 你可别想在这 待下去了哦 万一真传出去 传到奶奶耳朵里 不管真假都不是好事 还会连累住的 你要是不说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 谢谢你心意 你放心 你的事情 我绝对守口如瓶 你晚上要去哪儿吃饭呀 我想去前面那家火锅店 可以啊 走 少奶奶 这就是你说的最普通的车 是啊 少奶奶 我找完整个商家 都没有找到一辆低于百万的车 最后我还是跟秦嫂借了辆 她买菜的代步车 你可真是为难我呀 那你以后就不要来接我了吗 我自己可以回去的 是少爷让我来接你的 少爷这是不放心 担心你的安全呢 不行 这样迟早会被人看见的 晚上我一定要跟她谈谈 我不要结束 不要去她办公室吃饭睡觉 最好在公司 不要有任何接触 少爷 怎么 你们两个有意见 不敢 少爷 不敢 少爷 能走吗 慢点 从明天开始 你们两个不用来了 阿谦 奶奶 这就是新野 以后是你媳妇 你可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可不能让别人欺负她 知道了吗 她 求一个小屁孩 奶奶 别弄 从小 奶奶他们就说 我是要嫁给大哥的 我也幻想过 如果嫁给大哥 变成他的妻子 会是什么样子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宋星爷 清醒一点 你们已经离婚了 而且结婚也不是她自愿 她不喜欢你 我肚子饿了 我出来找吃的 大哥 你喝酒了 你炒喝了一点 我炖了银耳红豆汤 你要不要喝一碗 结酒的 嗯 嗯 好 大哥 来 小心烫 不要这样看着我 为什么 像小狗 嗯 大哥 还要再喝一碗吗 大哥 你能不能 答应我一个请求 果然 无事先进去 说吧 嗯 嗯 大哥 我想买个小电驴 这样以后上下班啊 我就能自己骑出去 又看有方便 你就不用每天来接我了 行 明天让人给你买一个 啊 谢谢大哥 哦 大哥 我还有一个小小小的 哈哈哈哈 丫头 哎 不要得寸进尺啊 嗯 算了 哪天再跟他说不去他办公室无睡的事 反正总裁办公室跟周大哥的办公室一段盘是连着的 大不了以后我从周大哥的办公室进出 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了 大哥力度怎么样啊 还行吗 那就好 来 我换一个 这个项目到时候我们 秘书处那个小实习生 叫什么宋星野的 每天中午都到周秘书办公室待两个小时 据说他们每天都水深火热 张狂激烈 听说他每天中午从周秘书办公室出来的时候 都是今生萎靡的样子 明显 宋语过度 而且我还听说 他们中午就得一次 一次两个小时 周秘书平时看上去文质彬彬呢 没想到 心理之不好 总裁 周秘书 我们 我们 自己去人事部 递交辞城 看什么课 心野 你看 这是什么呀 公司论坛上 有人发了一个丝花排好保 参加丝花评选的人 可以自行发照片 家家都冲到前十了 对啊 张家家对这次评选呀 看来是势在必得了 我看他在公司请大家喝奶茶 差不多花了十几万了 十几万 不过嘛 他是张家千金 也不差钱 你也知道他是张家千金啊 他呀 恨不得照告天下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可是这丝花评选 他不是表演当天现场投票吗 你笨哪 他这是提前收买人心 毕竟嘛 人总是把票 愿意投给自己认识的人呀 静言 这是我为我们年会准备的衣服 你快试试看 看看合不合身 表演 嗯 什么表演 我们都还没有排练过呢 哎呀 你的那部分不需要排练 你到时候临场发挥就好了 我们的舞蹈是白天鹅与丑小鸭 我是天鹅 你就是那只丑小鸭 这个表演 你就是专门衬托我的 你越是粗粗 我就越粗糙 嗯 其实 你的角色也是很可爱的嘛 你只需要模仿我的动作 不过最后 我有一段独舞 你就假装跪在地上 好像一脸被我征服的样子就好了 嗯 这礼服可是定制的 要五位数呢 等你表演完 我就把它送给你 嗯 你不用送给我的 我也不会跳芭蕾 留着它也没有用 哎呀 没关系 那明天 就拜托你了 嗯 嗯 你猜怎么还没来 他不会是不来了吧 我刚看到节目单 连上台这次的领导都换了 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 他要是不来 我的努力可都白费了 欣雅 你快打电话 问问周秘书好不好 他一定跟总裁在一起 哎 要是他们真的有什么更重要的事 就算我打电话 他们也不会回来呀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你让周秘书不必来看你的表演 说不定 总裁也会跟来呢 哎呀 那总裁 三母先生 咱们就准备出发了 哦 怎么不接啊 喂 欣雅 怎么了 喂 周大哥 你们在哪呢 我跟总裁刚出来接一个重要的客人 你有什么事吗 那接到人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 欣雅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嗯 我 没什么事 就是公司的年会表演要开始了 你能不能回来看我演出啊 我们这就出发了 周秘书 你最近是不是和他走太近了 你是说他邀请我去看他表演这件事啊 其实我也没想到 不过 我觉得他就是把我当成亲人朋友 希望这种场合 我去给他打打气 加油撑场子 那他怎么不找我 小钱 你们在说什么呀 刚刚那个是你的女朋友吧 不是 不是 可是 他特意邀请你去看他的演出 这显然是对自己心仪男孩子才有的表现 他绝对对你有意思 哎呀 三沫你快别说了 星野啊 周秘书对你也太好了 你赶紧甩掉外面的野男人 可不要辜负周秘书啊 我 只要宋星野身上有周秘书这条线 我就能掌握总裁的所有兴奋 成为总裁夫人了 哎呀 我和周大哥 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 哎呦 周秘书虽然只是一个小秘书 跟总裁没法比 但是以你的身份 能嫁给周秘书 已经算是高攀了 嗯 哎 快到我们了 快 沙总来了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秘书处张佳佳 宋星野 带来芭蕾舞短剧 白天鹅与丑小鸭 既然没排练过 那我就真的只能自由发挥了 反正只要达到他想要的血剧效果就行 明年 szeren direks be 啊 是啊 是啊 再吃鸡 是啊 是啊 阿谦 这个打拳的姑娘 好可爱啊 这个灰裙子好厉害啊 跳得好可爱 完全看不出表演的痕迹的 对啊 她长得好可爱啊 脸圆圆的 好想捏一捏啊 这是哪个部门的 完全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要去追她 怎么他们都在笑 难道不是该沉迷在 我优美的舞姿里吗 小猩猩 你刚才跳得好可爱 我都恨不得冲上去 咬你一口 是啊是啊 你跳得太搞笑了 大家笑得肚子都疼了 一个怪的 一点品味都没有 只要总裁能看到 我的美就行了 今天 荣获表演第一名的是 白天鹅与丑小鸭 让我们有请表演者 张佳佳与宋星也上台 有请宋星也小姐也上台 我啊 我是主演 她就是个配角 上来做什么 两位的表演真是精彩 不过年度丝花的头衔 只有一个 两位势必是要竞争一下的 不不不 我不参加丝花竞选的 宋小姐放弃竞选 是直接想将年度丝花的位置 让给张小姐吗 公司之所以举办年度丝花的评选 是为了体现公司的公平性 我跟星也是好姐妹 如果她退出的话 我也退出 我觉得不妨让大家重新投票 无论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会彼此祝福的 佳佳 我真的不参加竞选 宋星也 我就不信 我还能输给你 两位真是姐妹情深 那就让我们再投一次票吧 她的票怎么可能长得这么快 我可是丝花遇见前十 怎么可能 票数居然一样 票数居然一样 那就让我们有请商总来决定 商总邀请谁 跳第一支舞 谁就是我们的年度丝花 今年可真精彩呀 不知道商总会选谁跳第一支舞呢 听说张佳佳是张佳迁接 就算给张佳面子 商总也会选张佳佳吧 另一个就算跳得出彩 也不过是个没背景的 普通实习生而已 最近都在传 张佳和商佳要联姻 不会是真的吧 难不成今天就要公开关系 有请商总上台 阿谦 你想选哪个 阿谦 云 阿谦 他这是在做什么 为什么要当着所有人的面邀请我 他难道就不怕公司的人非议吗 商总 我才是这只我的主演 他只是个配演 那又怎样 我比他杀在哪了 明明我才是主演啊 张小姐既然这么在意输赢 那刚才要求公平的慷慨言辞 都只是表面文字 当然没有 我跟星野是好姐妹 她能获得年度丝花 我也替她高兴 宋星野连芭蕾都不会跳 我怎么可能会跳华尔滋 一会儿我看你怎么丢了 怎么 你想让奶奶知道咱们俩不合 别看了 周密疏说她身体不舒服 我已经让她走了 不舒服 哪里不舒服 她没事吧 星野 这事在公司 请你注意分寸 周密疏的为人 奶奶会相信的 她不会误会的 公司高兴聘请她 不是为了给她带实习生的 那我之后就 不麻烦周密疏了 以后在公司遇到什么麻烦 可以招募 她忙 那你不是更忙吗 我跟总裁的开场舞 居然被你抢走了 亏我还把你当朋友 没想到 居然抢我喜欢的男人 英英姐 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我叫张佳佳 我爸是张建业 张总的女儿 张小姐你好 有何规感 没什么 我只是觉得有些遗憾而已 没能亲眼看到 英英姐你的舞姿 我原本以为 凭借你和商总的关系 她会打破规则 跟你跳开场舞的 没想到 被一个实习生给接活了 那个实习生 像宋新野 嗯 是啊 她是周密疏的女朋友 不过 我还撞见她家别人老公 现在恐怕已经生出 想嫁入豪门 当少奶奶的美梦呢 我看做梦的人是你吧 英英姐 你说什么呢 刚刚你们在台上的表演 我也看了 那小丫头 是你的舞伴吧 那支舞 我就是想来丑化她 衬托你吗 你在台上口口声声说 你们是姐妹 现在却对我这么说 如此表里不一 挑拨离间 难免不让人觉得 你是心生嫉妒 口出狂言 我说的全是实话 我只是好心提醒 盈盈姐你 你可别到时候 被翘了墙角还不知道呢 我江盈盈 可不像你表里不一 她翘得走我的墙角 那是她的本事 而不是在背后嚼舌根 老娘当年在娱乐圈 摸爬滚打的时候 你怕不是还是个小屁孩吧 在这里挑拨离间 这种手段对我来说 太拙劣了 一个细字 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送 阿谦 你看 让你平时多笑笑 你看 人都被你吓走了 宋星野 你也太没出息了吧 不就是和他跳了一支舞吗 至于这么激动吗 快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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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野 周大哥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回家了吗 我买了点胃药吃了好多了 那你赶紧把衣服穿上 别赶毛着凉了 披着吧 那就谢谢周大哥了 一会儿我送你回家 刚答应过大哥 不再麻烦周大哥的 不用了 周大哥 我自己可以回去的 还有那么远的路 我怎么办吗 哎大哥大哥 哎 哇 那也汉边不得着 嗯 啊 啊啊 真是我不担心 哈哈 房间里没有人 窗里也都关着 出去哪 应该没问题吧 住上了红糖水 我先出去啊 你记得喝 我丢死人了 丢死人了 丢死人了 真是猫不好的 下次呗 都是因为你我才淋的雨 喂 喂 星野 我是佳佳 我爸非要给我买个房子 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一起看看 你在哪儿呢 在丰亭别墅007号 你说你在哪儿 丰亭别墅007号 那不就是在我隔壁 你快点来啊 小魂和小丽也都在 晚上我请你们吃饭 不要 静野 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我们才刚到 你就来了 巧了吗 这不是 我正好在附近呢 这里可都是私家道路 就算是开车的话 也得五分钟 你这么快就走到了 快进来看看吧 这简直就是皇宫啊 好奢华啊 佳佳 这房子得多少钱啊 八千万吧 这是我爸给我的嫁妆 等过几天签完合同 我就搬过来 到时候你们常来玩 好呀好呀 原来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住上 这么样的别墅啊 你们随便参观 我现在要带我的猫咪找点吃的 洗手间在哪啊 你往前走 留到你第二个房间就是 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个亲戚 他之前住在这儿 我来过一次 星野 你还有这么有钱的亲戚啊 那都很早以前了 他们现在已经搬走了 搬走了 哦 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猫跑出去了 好像跑到隔壁的花园里去了 啊那怎么办 你们陪我一起去找猫咪吧 到时候可以顺便认识一下新邻去 隔壁 隔壁不就是我们家吗 那快走吧 那个佳佳 我今天好像还有事 我就先回去了 啊 今天是周六 你就陪我看看房子吗 嗯 还好还好 今天家里没人 好像这里没人哎 我们还是回去吧 什么情况 他不是在公司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总裁 你也住在这儿 要不是知道你住在这儿 我才不会来这里看房子呢 怎么回事 我刚买下隔壁007的别墅 没想到我的猫从羊台跑出来了 我们是来找猫的 没想到总裁你也住在这儿 可真是太有缘了 随意吧 放开我 他们不知道我在这儿 放开 总裁你看 猫在这儿 找到就离开吧 不行 这么难得的相处机会 我不能就这么快离开 咪咪 星野你没事吧 都受伤了 没事 不行 都流血了 要是不及时处理的话 会感染的 我没事的 这点小伤 我自己处理一下就好了 又走了 猫是找到了 可是没想到 那个小畜生 将星野抓上之后 又跑了 你看星野伤得还挺严重的 总裁 你这儿有没有消毒水 给他紧急处理一下 我真的没事 佳佳 我们还是回去吧 总裁不喜欢别人入境他的私人空间 总裁不喜欢太多人打扰 这么大的别墅 他连保姆和厨师的围棋 都是趁他不在的时候话来打算 回去吧 站住 好大的苍蝇呢 总裁 药箱给我吧 我来给星野上药 还不过来 早知道伤总会亲自上鸟 还不如让猫来抓我 沈总 我的手好像也被抓伤了 你总裁 不如给佳佳也上一下 有 宋星野 都怪你 故意任我出城 今天晚上洗澡 别碰水 星野 总裁亲自给你上药 总裁对你可真好 生总只不过是体恤员工 顺手的事吧 体恤员工 那怎么没见总裁亲自给你上药 你 我还有事 先出去一趟 完事接着把客人送走 你们 刚才听到总裁说的话了吗 他说 你们是客人 让我把你们送出去 他这是 把我当成自己人了 最近传言 张家和商家要联姻了 不会是真的吧 难道佳佳 真的会成为总裁夫人吗 看来不久后 佳佳就要成为这个地方的女主人了 你们都别走了 今晚我请你们在这里用餐 啊 什么 在这儿 这不当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星野 你应该不会是嫉妒我吧 我没有 看在我的面子上 总裁不会不答应的 走吧 我带你们去参观参观 我未来的家 佳佳 我们回去吧 这样随意入侵别人领地 很不礼貌的 宋星野 要出去你自己出去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爸是张建业 我们张家和商家是名门望族 我跟总裁也是门当户对 要不是周秘书 你以为你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吗 管好你自己的嘴 别让我把你赶出去 不是 家 你要不还是别管他了 万一他以后真是总裁夫人 咱可得罪不起啊 嗯 你们吃吧 家家 这些 就是你说的晚饭哪 不然呢 我是张氏千金 也不会做饭 这零食可都是进口的 外卖也是米其林出品 要不是因为我 你们还没机会吃呢 盛总一会儿该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 有我在 他不会生气 盛总 你回来了 你们怎么还没走 是我让他们留下来吃饭的 谁允许你将我家客厅 已经弄了这么多了 星野啊 都是你 非要在总裁家待着 我都说了 这是别人的地方 你偏不听 是你让他们留下的 宋星野 你能给我杯锅也是你的福气 就算被总裁扫地出门 也是你应得的 不是我 我没有 星野啊 你怎么还狡辩呢 明明是你让我们留下来吃饭的 你们说 是不是 家家是张家前妻 得罪了她 我们都没有好果子吃 你们 盛总 星野也不是故意的 你就别 完了完了盛总生气了 盛总不会要打星野吧 瞧瞧 快帮星野说说话呀 盛总的脾气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能怎么样 吃完之后将人送走 总裁肯定是看在周秘书的面子上 才没让送星野难堪的 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 哇 下这么大的雨啊 哎星野 一会我们一起打车回去吧 哦我已经叫过车了 你们先走吧 哦好吧 那我们先走了啊 你自己也要小心点啊 好注意安全 拜拜 拜拜 他这么大的人啊 用得着这么操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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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不要带乱七八糟的人来家里 嗯 嗯 我知道了 还在那边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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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没有 我早就忘了 以前 我一直以为我们家小丫头 还是个小女孩 没想到 已经长成大姑娘了 这件事 确实是我不对 以后我会注意的 这样这件事怎么过去了 好吗 嗯 可今晚 真不是我让他们留下的 我知道 我还没吃饭呢 有点饿了 那我去给你煮碗面吧 这每天都是你给我做饭 今天 就让我来当一次大厨 我没吃饭 好 嗯 对了 大哥 你穿浅色衣服还挺好看的 都穿 嗯 我平时穿得很老吗 帮我选几件浅色的衣服 要看起来显年轻一点的 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好了 操好了 哦 哦 居然敢趁我不在 勾引总在 宋星爷 我一定要在所有人的面前 揭穿你的真面目 让你好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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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过来睡觉 哦 说得这么直白 别人不知道还以为要干什么呢 星爷 一会儿中午一起回宿舍休息吗 我 我还有事 你先回吧 好吧 那我走了 拜拜 看你还能得益多久 糟糕 忘记问他有没有人在了 不好意思啊 我好像走错地方了 哎 丫头 来 过来 哎呀 多久没见过这么温柔的阿倩了 啊 来 给你介绍一下 陆飞 沈川 梅三木 都是我大学时期的好友 今天呢 难得一句 哎 你们好 你们好 阿倩 你这口味变化也太大了 怎么开始吃醋了 话说 这位小妹妹成年没有 你可别违法乱计啊 去 那你先去睡觉 我们还有一些事 嗯 等一下 阿倩 是她 就是她 她就是我一直想找的电影女主角 之前年会的时候 我见过你的演出 我一直在找你 你很适合我电影的角色 你要来参演我的电影吗 电影 什么电影啊 她还在实习 以后啊 也不打算进娱乐圈 阿倩 你凭什么替她做决定 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监护人 阿倩 你 什么时候有这么大个女儿了 阿倩 就算你是她爸爸 也不能干涉她的自由 要不要来参演我的电影 应该是由她自己来做决定的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演员 也不会拍电影 不 你听我说 好 你如果真的觉得 许晗嫣不合适的话 我剩余有的是一人 到时候你随便挑一个 总有合适的 你啊 就别打她的主意了 周秘书 你没有想到你的女朋友 会爬上你上次的床吧 宋兴野这个贱人 居然敢勾引总裁 而且我老早就知道 她脚踏了好几条船呢 周秘书 这个贱人 不知道给你戴了多少顶绿帽子呢 你一定不会放过她吧 宋兴野 铁证如山 我都不用出手 周秘书也一定不会放过我 你被公司开除了 自己收拾东西离开吧 周 周秘书 你确定 开除的是我 而不是宋兴野吗 总裁最讨厌的 就是别人讨论她的隐私 这件事情 你最好当做不知道 否则 就不是开除这么简单 没想到周秘书你居然这么能忍 自己的女朋友 出轨自己的上司 你还能这么不在意 我劝你马上离开 否则我就叫保安了 宋兴野 周秘书害怕总裁 愿意忍气吞声 我可不怕 星云杂志设吗 我要爆料 怎么可能 星云 大家都怎么了 你为什么要 要这么看我 你自己看看热搜吧 星云 热搜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那爆料人说的可恶心了 说你私自爬墙 勾引总裁 还说你行为不检点 找他好几条船呢 星云 昨晚我们离开后 你不会偷偷回去找总裁了吧 不是这样的 我也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 星云你去哪啊 宋小姐 请问热搜说的是真的吗 宋小姐 请问热搜说的是真的吗 请问你一个实习生 谁给你的勇气 勾引上升总裁 封厅别墅的安保系统 是出了名的强悍 宋小姐是如何闯进她的家里的 听说宋小姐下药了 成功了吗 后续是不是要借此上位 我 我 我没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商总 网上那些照片您做何解释 还有您跟这位实习生 到底是什么关系 昨晚他为什么会出现在 您的私人别墅里 宋星也是我们 圣于新签约的一人 昨天晚上在我的别墅 和黎原的导演 见面世纪 接下来 留胜于投资的新电影 黎原的女主角 也将由宋星也带来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黎原 黎原 那可是根据著名小说改编 从仇备一开始 就备受瞩目 是的 前段时间选局 就连一个女三女四的角色 就让不少娱乐圈的小花 挤破了头 这部电影的导演 可是刚刚获得了奥斯卡奖 世界上最年轻的 梅三木导演 可是传说中 黎原电影的女主角 不是定了许晗烟吗 怎么现在变成这位实习生 三木老师 三木老师 请问商总说的是真的吗 黎原电影的女主角 真的是这位实习生吗 没错 昨晚我也在 我们就是在实习 宋小姐虽然不是课班出身 但她很符合我心目中 女主角的影响 接下来 我们还在合作拍摄电影 还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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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我 馨衍 这次你和商总的照片 就是她爆料给记者的 佳佳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俩同一天 进入公司实习 难道我们不是朋友吗 贱人 看我不撕了你的皮 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 江江 打架你不是我的对手 宋星夜 亏我把你当作我的朋友 你竟然背着我 干出这么多卑鄙无耻的事来 我干了什么 你还有脸问 你背着我勾引总裁 你明知道我喜欢他 你还利用我接近他 宋星夜 你是不是已经爬上他的床了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副 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但我也无权和你解释 这是我的个人隐私 宋星夜 你也不照照镜子 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看过简历 你不过是孤儿院 没人要的杂种而已 你以为凭你的身份 能嫁入豪门吗 不过 商总也只不过是看着 你有几分姿色 想要玩玩你而已 到时候等他踹了你 我看你还有什么好下证 而我也不会放过你 我爸可是张建业 到时候 我一定让整个城市 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你想让谁毫无容身之地 爸 你怎么来了 你是来给我撑腰的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 我受了很多委屈 就是这个贱人欺负我 爸 快点我把他赶出去 你 你 这个城市不足 办事有余的东西 你怎么敢这样 跟商太太说话呀 赶紧的 给人家道歉 爸 你说什么 什么商太太 你还好意思叫我 我让你过来 是让你跟商总学习 开眼界的 你倒好 成天给我惹事 还得罪了商太太 今天 要是商太太不原谅你 你就别再急 是商家的大门了 爸 他做什么商太太 他只不过是一个 有爹生 没娘养的孤儿而已 商家是名能妄祖 怎么可能让他这种女人进来 商太太 商总 抱歉 实在是抱歉 对不起 实在是抱歉 爸 你疯了吗 他们只不过是传传绯闻 你还当真了 就算商总愿意 商老太太 你绝对不会同意 奶奶 星野那丫头在不在 我要跟她说话 奶奶 我在 丫头 我看到新闻了 新闻上写的东西 真是气死我了 你放心 奶奶很快就会叫人处理干净的 不知道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敢这么污蔑我家小星星 等奶奶查出来 一定替你们出这口恶气 这就是你们不肯公开惹的祸 我看你们啊 还是尽快办个婚礼 对外公开你们的关系 知道了奶奶 商太太 您大人有大量 就原谅小女吧 赶紧的 给商太太道歉 不 我太太受到如此的惊吓和侮辱 张总说会给我一个交代 我看令千金并没有成 不如 张氏和商氏的合作 也就算了吧 商总 这 你道不道歉啊 你个不孝女 还疼你要看到张家破产 都睡大街了 你才满意吗 道歉 商太太 对不起 请原谅我 算了 就当做是一场误会 你们走吧 我太太年纪小 心软仁慈 既然她不想计较 我就给她一个面子 但若是再有下一次 就别怪我不给张总面子 商总 商太太 放心 放心 绝对没有下一次 她要是再看作妖 我就打断她的狗腿 起来 走 放什么呆啊 大哥 你为什么要和他们说 我是商太太 你就不怕被张家家传出去 造成更大的误会 我们已经离婚了 到时候要是音音姐 真的误会了 怎么办 听你出口气还不高兴 可是我们已经离婚了呀 万一哪天 各自成家后 被媒体曝光了 那岂不是很尴尬 你是怕我们这段婚姻 会成为你以后成家的半九十 我是怕成为你的半九十 说话 人嘛 总该为将来考虑考虑 放心 张家不敢说出去 将来你要是嫁人了 媒体也不敢拿这件事 非议一个字 那就好 不会影响到大哥就好 小小年纪不想着 成就一番事业 一门心思只想着嫁人 我商家辛辛苦苦培养 你有什么用 宋星妍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我 我什么时候想着嫁人 大哥 那个电影 我真的要去拍吗 我都跟媒体官宣了 难道还能出尔反尔 放你出去历历历历也好 不然 一门心思只想着嫁人 我 放心吧 梅三木是很优秀的导演 拍他电影的主角 都不是科班出身 他主要是看中演员的气质 所以拍这部戏 不需要有心理压力 以后就算你想进娱乐圈 我也不会让你去的 小心 来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部电影的另外两位主创 乔家运和许晗烟 还有其他演员 来坐坐坐 大家坐 因为这部电影 讲的是关于京剧的故事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跟着两位京剧大师 一起集训三天 三天之后呢 我们尽速拍摄 你好 你好 我叫宋星野 我知道 男主角居然是乔家运 星耀力旁的当家小生 娱乐圈低没难 就是风品不太好 细闻多多 果然跟外界传的一样 不是什么好人 之前一直听说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是雪寒烟 现在 她怎么变成反派女二了 你没看到最近的热搜吗 宋星野都半夜 进入总裁私人别墅了 肯定是派上过去了 哎呀 绣寒烟可真惨 原本可以凭着这部剧非生的 苏星野 敢抢我的角色 找死 乔老师 我们去吃个夜宵吧 宋老师也一起吧 太晚了 你们去吧 我先回去了 宋老师今天应该很累了 你就别勉强人家了 宋老师晚上都没吃什么东西 还是一起来 妈妈还我 装什么装 乔老师 这店这么破 确定好吃吗 放心吧 老板 来了 两份招牌鸡汤面 好嘞 再来两根大鸡腿 好的 马上 乔老师 你想吃什么 你自己一点吧 我跟你们一样就好了 乔老师 你好像很了解宋老师 你们认识啊 认识啊 不认识 我们认识 你当真 不记得我了 我们 应该认识吗 一个没良心的 不是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你居然彻底把我给忘了 你 你是 乔老师 你确定你没认错人 宋老师好像真的不记得你哦 我怎么可能认错 他左肩上有颗红质 我都记得你 你怎么知道 你居然真把我忘了 伤总 老板 你怎么来了 伤总这么巧 你也来吃面吗 不巧 不是来接人呢 走吧 拜拜 乔老师 你真的相信 媒体之前报到的 宋老师 是在伤总的别墅里 讨论剧本吗 宋星野 以后家里的门键 是晚上十点 什么十点 意思就是十点以后必须回家 不许万一和别人出去鬼混 知道了吗 哦 知道了 大哥 你和那个乔家喻 熟不熟啊 他骚扰你了 没有 我还是自己搞清楚了 乔家喻好像真的认输 居然还知道 以后有什么事都跟我说 别憋着 嗯 乔老师 今天集训辛苦了 你是不是 想起来了 嗯 没有 傅星函 我们 是同学 想当年我一天一个鸡腿 把你喂得白白胖胖的 这是一礼 真心错付了 别哭了 哥哥给你大鸡腿 你 你是 鸡腿哥哥 你个没良心的 你现在才笑起来 鸡腿哥哥 我终于找到你了 太开心了 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大鸡腿 你知不知道 我找了你好久了 当年你突然就走了 我还以为 你被坏人给拐走了 难过了好久 好久了 对不起 当年我被我亲生父亲 接走之后就出国了 根本来不及跟你道别 等我在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你已经不在了 对了 院长说你被收养了 但是我并没有找到 你收养的任何资料 这是怎么回事 是商老太太收养的我 她对我很好 商大哥 对我也很好 就像亲妹妹一样好 商老太太 商总的奶奶 怪不得你会被爆出 出现在商总的私人别墅里 怪不得商总会来接你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 这件事 不要告诉别人 十二点了 怎么了 太晚了 我得回去了 走 不送你 不行 大哥还在办公室 他让我过去 商总 你大哥管你还挺年的 那行 那你走吧 咱们明天见 好 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大哥 你找我啊 排练这么晚 对啊 乔家运他也才刚走 我们对戏对了好久呢 对戏需要 嘻嘻哈哈 搂搂抱抱 宋星夜 你什么时候 学会对我撒谎啊 对不起大哥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只是没想到 乔家运 他居然是我儿时 孤儿院的玩伴 我们聊得兴起 一时就忘记了 一时就忘记了时间 大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就别重逢 真是恭喜你啊 是啊 我真的没有想到 居然还能遇到 孤儿院的玩伴呢 我跟你讲啊 他现在 居然成了娱乐圈的大明星啊 他小时候 又白又胖 现在 居然又高又帅 说完了吗 平时也没见得 有这么多话跟我聊 哎呦 大哥 我今天是真的很开心 走吧 我家 大哥 我今天真的好开心 开心就好 我们下期的一天 我 väl candle 雨水坠进了窗 潮湿泉在心上 肆意伸张 遮溜头 告诉我要怎么可以的操 她不曾说心里声作回答 在温暖的世界慢慢的操 鱼花拨过后留下她吧 把自己变成个 丫头 丫头别乱动 抱抱大熊 大熊乖乖 你这是把我当成你的大熊抱枕了 三 二 一 正眼 哇 送给你 喜欢吗 喜欢谢谢大哥 你这么喜欢她 因为那是我送你的第一个理由吗 嗯 大熊别走 大熊别动 妙乖 大熊别动 妙乖 你 要等个 你所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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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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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是 你需要我 可以吗 看晚上时间安排吧 我尽量过去陪你 好 走 吃早餐去 大爷 老板今天不来吗 阿谦那个工作狂 平时最烦这种应酬了 他不会来的 来来来 吃早餐 谁说我不会来了 老板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你坐这里吧 张总 合作愉快 李总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你不是最烦这种场合吗 开机宴这么重要的事 我当然得来看看 来 大家喝一个 这是到底怎么回事 乔老师 你跟宋老师是旧情复燃了吗 乔老师 你跟宋老师是旧情复燃了吗 徐老师 这话可不能乱说 哎呀 你们就别藏着掖着了 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吃夜宵 乔老师还一直埋怨宋老师不记得他了 好在呀 乔老师一直记得 宋老师肩膀上有颗红痣 不然还没办法相认呢 呀 肩膀上有着这么隐私的事 家喻你都知道啊 不简单呀 徐老师 瑶不能乱造 我跟星野以前是认识 但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 要是绯闻传起来 我可是要告你造谣的 都是自己人开玩笑而已 不用这么认真 老板 我敬你一杯 这些年你一直很照顾小燕 小燕无以为报 唯有 唯有以身相许 导演 你说什么呢 小燕只能更加努力 还更多更好的作品 来回报老板的恩情 宋老师 你是电影的女主角 案里也应该敬老板一杯吧 我 那 双总 我敬您 宋老师 敬酒哪有敬果之的 这也太不尊重人了吧 宋老师 酒精过敏 喝不了酒 乔老师 还说你们不是一对 这么了解宋老师 其实我也有点酒精过敏 但是 这代表了我们的诚意 所以自己难受点也没关系 不然 多傻风情 还是小燕懂规矩 干这行的 哪有不喝酒的 今天宋老师 必须喝一杯 开始吧 宋老师 不是你自己说不要包入关系的吗 今天这种场合 它比险菜是对的呀 你失落什么 双总 我敬您 各位 宋老师是真的喝不了酒 他酒精过敏很严重 喝一口酒啊 就会猴头水肿 搞不好会窒息 人命攸关的事情 大家还是 不要开玩笑了 这样 宋老师的酒 我来喝 好吧 乔老师 你连宋老师 喝一口会猴头水肿的事都知道 你们真是关于非浅呀 真是羡慕乔老师 跟宋老师的感情嘛 但是 乔老师能不能 替宋老师喝酒 这要看商总答不答应 对吧 商总 乔老师想喝 你不是不可以 那就不是喝一杯这么简单 既然钱老师想英雄救美 那我就给你一个展现 英雄气感的机会 商总 这也太多了吧 没事 不能喝 商总 来 来 好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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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喝 喝 商总 能不能不喝了 是啊 老板 乔老师喝伤了 宋老师回去 指不定多心糖呢 没事 我还能喝 好 如果你继续要他喝 那我替他喝 够了 喝去 导演 他喝醉了 我先送他回去吧 回吧 回吧 春孝一课值千金 可不要玩得太晚 明天早上啊 还要进祖 可不要迟到了 那我 去吧去吧 我们走吧 慢点 天要下雨 你们要嫁人 这长大了总要谈恋爱结婚的 小心点 上车 叫他坐前面 小心啊 来 慢点 把他送去哪儿 浩亭花园三栋 这才认识几天 连他家庭住址都知道了 开车 老庸 把他弄上去 你送开我 我今晚要留下来照顾他 宋行言 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 我要留下来照顾他 你一个有夫之妇 你要留下来照顾一个出了名的罪魁 你觉得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况且这不是你故意刁难 逼我们喝酒才造成的吗 我们 你跟他才认识几天就成我们了 反正我们认识的时间就是比你长 好 好得很 乔老师 来 慢点 少爷 要不我过去跟着看看 回去 真的不管少奶奶了 你看我管得了她吗 好吧 等一下 马上联系乔家运的经纪人 让她马上到乔家运公寓 少爷 少奶奶出来了 还在生气啊 我哪敢受双总的气啊 我算是 对不起 不 你 你在道歉 乔家运虽然是你儿时的玩伴 按理说我不应该干涉你 但是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 早已物是人非 我作为长辈 我是真的担心你 大哥 原来你是担心我和乔家运谈恋爱呢 我承认你 她的确相貌非凡 最是吸引你们这些不安事事的小姑娘 大哥 那你想多了 我们只是朋友 嗯 她是长得挺好看的 可是也没有你好看啊 我从小到大都看你这张脸 早就对帅哥连夜了 大哥好像不喜欢别人平常她的长期了 还在生气啊 不生气 明天剧组不是开机吗 你们不进 今天拍的是女主角白芊芊和男主角杜荣雪 第一次见面的戏 两人一见钟情 你们酝酿下感情 好 辛苦 看 不太对啊 位置不太对 来 再来一遍 来 开机 看 小星星 情绪 饱满一点啊 从眼神里面流露出来 情绪饱满点啊 好 你可以的 来 准备 开机 看 看 你这位置不对啊 我这样拍拍不到你 小星星啊 你是非课班出身的 第一天拍啊 就是这样的 你回去呢 多调整调整状态 多对对戏 明天啊 你就一场戏 压力不要太大 嗯 我 对不起 导演 对不起 大哥 你什么时候来的 需要我帮你忙 你刚刚唱得很不错 但是有解除 还是有点小问题 大哥你还懂京剧呢 奶奶喜欢听啊 小的时候经常跟她一起 多少懂点 那你快帮帮我 好 从现在开始 你把我当成杜荣雪 开始吧 好 大哥 怎么样 你刚刚有看过吗 啊 什么意思 啊 这场戏角吧 是白千千和杜荣雪初见 一见钟情 而你刚刚在表演的时候 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杜荣雪 我知道 我今天在片场的时候 也试了很多遍 但是都不行 哎呀 我不会啊 啊 啊大哥你干嘛呀 没有有感觉 哦大哥你刚才是和我对戏呢 对啊 就这种感觉不重要 明天再见你跳吧 好了急进不走 哎 这么对戏的吗 啊 啊 星星老师 导演叫你 哦 好 不是专业的就是麻烦 听说从昨天到现在恩机无数次了 每次他一见乔家运 都演不出来那种一见钟情的状态 导演愁的头发都要掉光了 他一直恩机才好呢 再这样保持下去啊 很快女主将换人了 那可是 这女主角可以陪睡睡出来 实力可睡不出来 那个酒壶里装的是酒还是水啊 海燕姐啊 是水流着 各位 宋老师是真的喝不了酒 他酒精过敏很严重 喝一口酒啊 就会猴头水肿 搞不好会窒息 人命攸关的事情大家还是 不要开玩笑了 这样 宋老师的酒 我来喝 好吧 表现这么差 如果再因为过敏住个十天半个月的院 导演恐怕会彻底失去难息 换女主吧 小阳 去把那个酒壶里面的水给我换成本 宋老师 宋老师 这下你是彻底没醒了 这不是水 我是真的酒 梦 状态很好 继续啊 少女卿 卡 过了 非常完美 小姐 你真是个表演天才 这种醉醉和这种一见钟情的这种感觉 表示得非常好 嗯 你喝的是真酒 走 送你上医院 我现在过敏 已经没有小时候严重了 只要休息几天就好 休息 休息休息 没事吧 你也太敬业了 今天呀就提早收工回去 这个呀是你们明天要拍的戏 趁着状态都错 我们明天把你和杜龙许 所有的感情戏都拍了 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你可以的 好 我送你回家吧 你不能走 你还有戏要拍 我我派车送他回去 这能行吗 拜拜 明天见啊 我记得家里好像有抗过敏的药啊 药箱好像就在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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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了 你不是酒精过敏 我来找点抗过敏的药 刚好药箱就在这 哦 我可不是故意进你房间的 哦 你喝酒了 我也不知道 本来那个道具酒壶里 装的是水啊 不知道怎么到最后就变成酒了 我看看 哪里还过敏 我 我自己回去擦擦就好了 傻子 我全身都过敏 这么看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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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就是想问问 要不要帮忙 我后背有一块涂不到 你能帮我涂一下吗 丫头 过来 大哥 我刚才是乱说的 过来 爬下 我刚才是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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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了吗 我去跟你煮碗面 宋星爷 你听听一点 他是你大哥 你不能喜欢他 况且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他喜欢的是音音姐 你这样叫做乱伦 乱伦 宋星爷 你要做一个遵既守法 尊重公序良俗 五讲四得的好公民 你怎么就想起来 让他帮你擦药呢 以后他也会这样给未来的妻子做饭呢 发什么呆啊 快吃吧 大哥 大哥 一会儿 你能继续和我对戏吗 好啊 我 什么都烦戏和闯戏 先不跟你说了 挂了 大哥 我们开始对戏吧 这个剧本 已经不用赶了 我去打个电话 大哥 我的剧本 喂 三沐 你拍的是成人片吗 你为什么要胡说我 我说的有错吗 你给宋星爷安排那么多床戏和吻戏 不是成人片是什么 才三场吻戏 一场床戏多吗 多 太多了 不可理喻 你大半夜不睡觉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事 你把他的床戏和吻戏都删了 还有拥抱戏 也太多了 不可理喻 张雨天 你简直不可理喻 张雨天 你简直不可理喻 张雨天 你完没完 我知道小潇潇是你妹妹 但她已经成年了 她有点稳息怎么了 你管得也太快了吧 她是我老婆 大哥 可以把剧本还我了吧 这场戏里不用拍 所以剧本也不用看了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听我的就对了 莫名其妙 导演呢 你们怎么不拍戏啊 商总来了 不知道怎么了 俩人在办公室里吵起来了 听说商总好像要换女主 我说星野啊 你是不是把商总给得罪了 换女主 可以把剧本还我了吧 这场戏里不用拍 所以剧本也不用看 大哥为什么要换掉我 爬床上尾的能有什么好下场 你怎么说话呢 姐 我知道你不愿意看她和其他男子亲戚 可可她是演员 她以后路还长着呢 你难道以后一辈子不让她演尾戏啊 她以后不会进一个圈吧 替身 我用替身行了吧 用替身是我最大的退步 我的电影 还从来没有用过替身 拥抱 也可用替身 少雨倩 你不要太过分 等你会文系 投资尾款再给你 要不是因为你是金主爸爸 我真想揍你了 往这儿走 大哥 你为什么要换掉我 没事了 你好好拍 我先回公司 晚上再来看你啊 又不换了 男主角呢 男主角呢 乔家人人呢 马上开拍了 乔家人人呢 导演 乔老师紧急被叫回公司了 明天才能拍 算了 反正今天大部分拍的都是床戏 乔家人都是原景 找谁呢 他要是远起来 我连女主的替身都不用找了 什么事 我很忙 第一场温戏就要开拍了 你要不要过来一下 不是说了用替身吗 没怎么 你是不是想要省于撤资 哎呀 我就想保留女主 反正你是她老公 不如你来当替身 好 你要是不乐意的话 我就找别人啊 就说撤资嘛 哎呀 我马上就去 天天的会议就先开到这里 大家散了吧 周秘书 总裁是恋爱了吗 总裁的私生活 都少打扑了 不许是 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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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大哥 他怎么来了 什么时候开始了 马上开始 来来来 灯光师摄影师服装准备一下 可是导演 替身还没到呢 这不就是替身 你去换下衣服吧 天天就不用做撞造了 都是言情 导演 你先酝酿一下情绪 导演 你是说大哥是替身 你让我和大哥排吻戏 我知道啊 别藏啊 你们是夫妻关系 今天这算是公费恋爱 多好啊 快去快去 快去去准备 来来来 准备好来 看 小星星啊 你肩膀怎么在抖啊 太紧张了 来调整一下 来来来 胳膊准备啊 来 来准备 三二一 开始 下个女孩 嗯 可 重来重来调整一下 调整好嘞 来 准备 来 三二一 开始 可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太紧张了 来 休息一下 我们调整一下 一会再排 你干什么 哎呀 你老婆怎么跟你不太熟的样子呀 总比你没有老父亲 嗯 宋星爷 你跟总裁到底什么关系 居然让总裁来给你当替身 我和总裁没有关系 原来没有关系啊 我还以为他有了新欢才不理我 你和总裁有关系啊 你应该知道 这部剧一开始 这是总裁为我量身听错的 连姜音音都没分 就是之前呢 我跟总裁闹着点小毛洞 我还以为他会像以前一样很快气消呢 然后带着礼物来哄我 没想到他居然用你来刺激我 会让我难受 那你的意思是 你是总裁的前任 你们俩是男女朋友关系 我跟你说这些你不要有心理自带 我知道这些不管你是 我们走到今天是我太任性了 也不怪他为了欺悟我换了我的角色 只是想他能像以前那样红红我 小雨谦 过来 宋星爷你疯了 就要这么韩总裁大名 我没什么事 寒烟姐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话说 我没什么要说的 以后再讲吧 别啊 有什么误会呢 还是尽早说清楚比较好 不然时间越久 误会越长 说吧 徐小姐 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 寒烟姐说 这部戏是你为他量身定制的 是因为闹了矛盾所以才换了我 而且 他说你排吻戏是为了气他 希望你能像以前一样哄哄他 你有精神病啊 宋星爷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宋老师 如果说我之前说错了什么得罪你了 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 你为什么这样污蔑我和总裁 我跟总裁之间可是清清白白的 怪他为了欺悟我惯了我的角色 只是想他能像以前一样 人走了不去混混 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反正 你喜欢的是阴阴姐嘛 但是阴阴姐要知道你做替身后排尾气的话 他肯定会顺气 我不喜欢江音音 你和他分手了 来来来 第三十六场演员就位 这场戏呢是男主杜容雪 看到女主白千千和师哥在房间 吃醋抢我来 准备一下来 好来 所有人准备了 住手生前 住手 住手 混蛋 卡 非常好 小小星星 你表现得特别好 我以美中不足的是 你叫错名字了 是杜容雪 你叫成商总的名字了 大哥 他真的请我 对不起导演 我说错台词了 没关系 后期会配音 你这次怎么这么猛 你看把小星星吓得脸都白了 你上一场可没这么卖力 是不是很有奖床戏 也拍了吧 那场床戏可是男女主角 感情升华的重中之中 两场闻戏男主都没有露脸 床戏总得让男主露脸吧 不是 哪有男女主角的床戏吻戏 让你一个替身演完呢 你都演完了 你让乔家喻演什么 剩余打算增加一个亿 等这个戏拍完 我再给你谈一个运行 你 你自问你了不起呀 来 盛制总 准备开拍 星野 我 导演 那个 就是 今天 你能不能不可以 星野 趁现在 你状态不错 我们趁热打铁 三木 要不 今天就算了吧 星野也累了 这是让我当的坏事 星野 你别紧张 一会儿啊 我让所有人都出去 只留我和摄像 要不今天就算了吧 明天拍也一样 时间很紧了 我拍 导演 我尽量拍好 星野 你去准备一下 别多想啊 来 去吧 好 去换衣服吧 好 去换衣服吧 星野 状态很好 就这种 紧张 不慌 来来 我们准备啊 开机 三 二 一 开始 发表 二 一 一 二 二 星野 接下来医职 团团 最后团队才反课为主 宋星野 只是演戏而已 你要专业 好 非常好 看 道哥 道哥 你还好吗 雪 不要说话 你不要动 道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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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我 没人主就把他给吵哄了 他怎么还不受过我 怕到什么时候了 导演 午结束了 我就先走了 阿浅 你们吵架了 都说夫妻床头吵架床尾河 冷战可不好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没有啊 我没有躲你 那你这几天早出晚归的 而且 你也不敢看我 谁说我不敢了 反正做错事的人又不是我 我做错什么事了 你还躲着我 那天 明明都已经结束了 你干嘛还要再亲我 男的 男的就不知道那样做 我会误会的吗 在那种情况下 我对自己的老婆有正常的感觉 这不是很正常吗 要是没有心动 那才应该担心呢 可是音音姐怎么办呀 你都已经有女朋友心上人了 你还 还那样对我 啊 况且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也不是你老婆 我们没有办理任何离婚手续 那份协议不具有任何法律效率 而且 我反悔 反悔 什么反悔 意思就是 丫头 我喜欢你 丫头 兴隐 奶奶 你是有多忙 让兴隐一个人先回来 我公司有事 下次不会了 你们难得回来 今晚就住一晚吧 你们吵架了 没有 奶奶 你看嘛 我是不是都好久没有陪你睡了 今晚我陪你睡 你陪我一个老太婆睡干什么 你们小两口 好好待着 最好呀 早点给我生个 曾孙子 再装睡 我可要亲你了 我可要亲你了 再装睡 我可要亲你了 我没装睡 我没装睡 我是被你吵醒了 好好好 你没有装睡 是我自己想亲你 你说什么呢 流氓 亲你就是耍流氓 那我也 你别说了 别说了 我不听 丫头 我们好好谈一谈 谈什么 丫头 你已经知道了我的心思 我想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喜欢我吗 如果你不喜欢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慢慢培养感情 那音音姐怎么办啊 你为什么老提她 我不喜欢江音音 我跟她也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她不是我的心上人 我的心上人只有你 欣妍 你能告诉我你怎么想的吗 大哥 你说的这些 对我太突然了 一直以来 家里所有人都在说 我长大后要嫁给你 我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 可你让我签离婚协议书 你现在又说喜欢我 我感觉自己像个 护之急来挥之急去的玩偶 我不确定你是一时兴起 还是说真的喜欢我 傻丫头 我喜欢你 你哪都看不出来吗 我不是一个轻易心动的人 我很明确 我喜欢的人只有你 而且我也不是一时兴起 我喜欢你 我想照顾你一辈子 我的心上人 只有你 为什么 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 大哥 他喜欢我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重新追求 我们重新交往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 那我们 试试 好 我们试试 早上好啊 女朋友 早上好呀 男朋友 今天有何安排 你今天不去公司吗 今天是我们确定关系的第一天 我陪你 好啊 正好我今天也没有拍摄任务 那我们就出去 吃饭逛街 看电影怎么样 情侣之间 是这么谈恋爱的 那当然了 这可是谈恋爱的 初级阶段标配 好 听女朋友的 嗯 那你先起床吧 我要起床了 干嘛 早安晚 哎呦 来 吃点水果吧 嗯 我吃饱了 我就先回去了奶奶 奶奶 我也吃饱了 哎 哎 哎 你有没有感觉 今天这俩孩子 有点不对劲 怎么没感觉 少爷 从来不吃别人剩下的东西 刚刚吃饭的时候 却主动 把少奶奶 吃剩下的东西 给吃了 是啊 而且 这俩孩子 一早上 眉来眼去 好几回了 少爷真是开窍了 哎 我就说 让两人合房 准备坏处 老太太 看来不久以后 你就要 保曾孙了 那我就 心满意足了 哈哈哈哈 老太太说的是 两位 两位需要买什么 我可以为你们服务 没事 我们自己看看就好 好 去吧 多看几件 好看吗 好看 再多挑几件 先生 看令妹如此气质活泼可爱 我们店正好到了一批适合她的成衣 要不要给她试一试 她是我老婆 你看不出来啊 对不起先生 贵夫人长得如此年轻 看着还像高中生 跟您 确实不太相配 老婆 过来 怎么了 我们换一件 为什么 我这衣服还没试呢 这家导钩的眼光那么长 衣服能好到哪儿去 这是卖亲子装的呀 我们又没有孩子 现在没有 不代表以后没有 走 两位是要买亲子装吗 是送人还是自己穿 自己穿 两位小孩几岁了 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们还没有孩子 是 两位一看就像新婚 我们家店不仅有亲子装 还有情侣装哦 我去给两位拿来 好 好 就这个 就这个 试试 嗯 走吧 嗯 等一下 你不是不喜欢穿绣线装的吗 显年轻 哎呀 你怎么那么记仇呢 我又不是故意的 谁让你那时候 又老又凶了 你 把小月啊 嗯 欣言 今天不拍戏 今天有空吗 我想请你一起吃个饭 哦 他没空 不如 你来我们家做客如何 商总 是我 好啊 那就套扰商总了 你干嘛把他约到家里啊 他是你小时候的朋友 在孤儿院的时候 又那么照顾你 那作为你的丈夫 我当然也想好好感谢他 欣妍 哎 乔大哥 你怎么还带东西来啊 哎呀 第一次来你家嘛 不对 是见大哥 总不能空手来啊 我知道你大哥什么都不缺 但这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是礼节 哎呀 他不在意这些 走 进去吧 哎 我来哪儿 没事 哎 商大哥呢 在里面做饭呢 商总还会做饭呢 他不仅会做饭 而且做的饭还特好吃 我跟你说 你待会一定要多吃一点 他可不轻易给外人做饭的哦 那我是不是就算例外 不算外人 当然了 老婆 帮我一下 老婆 商总 结婚有老婆了 他老婆也住这儿 那你跟你大哥还有扫子住一起啊 哎 乔大哥 你先去坐会儿 我去帮他 去吧 嗯 乔大哥 你大哥真娶老婆了 老婆 这你朋友来家里做客啊 你怎么不招待他坐下 干嘛呀你 奇奇怪怪的 乔先生是吧 经常听到我太太提起你 欢迎来我家做客 商总 不是你 大哥吗 不好意思啊 没来得及告诉你 他不仅是我大哥 还是我老公 你结婚了 怎么没有告诉我呀 现在告诉你也来得及啊 我们对外都是隐婚的 所以知道的人也不多 这我啊 都挺我太太的 她非要隐婚 这我一大把年纪了 这别人都以为我没有结婚 总是害我被外人笑话 乔大哥 乔大哥 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没事可能有点滴血糖 那快坐吧 咱们一会儿就开饭了 这我一大早 跟馨爷我们俩就去了海鲜市场 馨爷说你特别喜欢吃海鲜 对了 你一会儿 一定要多吃一点 他做饭特别好吃 老婆 你怎么这么爱快 干嘛呀 烦死你 我们去做饭了 我们去忙了 小家鱼 你看上去心情不是很好 是不是怪我没有早点告诉你我结婚了 对你好吗 我自小就被商家收养了 商家对我恩重如山 生雨迁 不管是作为大哥还是老公 对我都很好 对我都很好 馨爷 你幸福 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谢谢乔大哥 走了 注意安全 欢迎我来 你喝点水 我都快擦完了 手太脏了 等会儿喝吧 那我喂你 你干什么 没事 我就是想抱抱你 那你去外面休息吧 我这马上就要打扫完了 没事 不见 哎哟 商雨迁 你干嘛呀 那你晚上不来住我 为什么呀 奶奶又不在这儿 和奶奶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现在又不是演戏 丫头 那有 搬不搬 不搬 沙先生 我们现在 还只是男女朋友关系 你呢 继续努力吧 这两天呢 要拍个重头戏 剧情就是 电影最后 杜容雪 忠于妥协 和军阀千金 徐梦云成亲 徐梦云呢 为了羞辱白千千 特意在大婚当日 请了他们戏班子 过来唱戏 白千千 穿着杜容雪 送给他的戏服 这也算是他们的 定情之物了 没错 为了效果 这件戏服不能太廉价 那 道具组那边 放心 这件戏服呀 是真实存在 况且 我已经借到了 服装 哇 这件戏服呢 是明朝流传下来的 古董宝物 跟我们电影里 写得十分相近 价值 八百万 八百万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他 导演 这么昂贵的戏服 我穿着他拍戏 不大合适吧 这就是为你特意借的 没事 我们小心点 拍完后 护理一下 送我们去 导演 这么贵的戏服 你从哪儿借来的 伤老太太 这样价值严惩的戏服 穿在宋星野身上 真是疼 干嘛呀 剧组好多人呢 那又怎么了 我们是合法服务 又不是偷情 怕什么 大不了就公开 不行 你要是再这样 那我有后就不允许 你来片城接我了 韩颜姐 经纪人说 让你在剧组好好拍戏 别招惹宋星野 闭嘴 宋星野这个贱人 连伤祖都被他勾引 要不是他 伤组捧的就是我 你主演是我的 宋星野 是你先抢我的 不行 韩颜姐 那件戏服八百万呢 被发现 就是把我卖了 也赔不起啊 怎么会有人发现呢 我观察过了 放衣服的房间啊 没监控 你做完就走 没人会怀疑你的 不行 韩颜姐 我太害怕了 那件戏服太贵了 我跟宋星野有过节 全剧组都知道 如果他的戏服 出了什么问题 肯定第一股 含意的人就是我 你没问题啊 他呢 又不知道 你跟他 有没有什么矛盾 没有人怀疑你的 而且 你不是 想当演员吗 等这部电影结束 我就让公司签了你 给你安排一个 满意的角色怎么样 嗯 嗯 牛车 啊 群 还有 海 海 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 才二十分钟 怎么会这样啊 这二十分钟谁不在 我记得最后一个走的 是宋老师 不可能是行业 我也相信这不是行业干的 那就看看 宋老师有没有不在场证据了 我晚走是因为我在打电话 那就是没有了 导演啊 我看宋老师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应该是喝咖啡的时候 不小心沾上的 要不我们想想办法 怎么补救吧 这是古董 工艺繁杂 很多手法都已经没有了 根本不可能补救的回来 那怎么办呀宋老师 这件衣服可是价值八百万 还是商老太太最珍贵的收藏 你赔得起吗 徐老师 请你不要乱带节奏 我什么时候说过 这衣服是我弄坏的 除了你还是谁啊 我们都知道 你是最后一个走 而且刚刚在餐厅 我们所有人都在 可以互相作证 宋老师 你就别走 宋新衣 这里没有艰苦 看你这次怎么自证清白 我这么做 他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家都知道 我和宋老师的关系不好 或许宋老师这么做 只是为了嫁祸给我 这件事情太重大了 我已经报告给伤老太太了 这件事情 由老太太来商定 但是伤老太太知道自己心爱的古董 被宋新衍毁了 就算总裁再怎么护着宋新衍 他以后也绝不可能坐上商家上来的位置 伤老太太来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戏服坏了就坏了 八百万而已 我那库房里啊 还有一件八千万的呢 跟这件差不多 你拿那件去排救室了 老太太 这件衣服可价值八百万 就这么弄坏了 奶奶 那不是我弄坏的 我知道 既然老太太也相信宋新衣 那就更要搞清楚是谁做的了 自然是有查 你来了也好 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处理吧 阿前 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 要报警吗 不用报警 我知道是谁 我最后再给他一次机会 如果他能主动站出来承认 并且道歉的话 或许我会考虑放他一把 没有监控 看你们怎么查 宋新衍 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总裁 你不能为了宋新衍 就这么冤枉我呀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我有没有冤枉你 你心里清楚 念在你是剩余的艺人 我三番五次给你机会和面子 谁知道你却屡犯不该 那你有什么证据 尽管拿出来啊 我不信 你亲眼看到我泼了 好 怎么会这样 小阳怎么会做这种事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他虽然是我助理 但是我们关系也就一般般 别看他是个助理 他曾经做着明星吗 我知道了 他那是妒嫉宋老师 所以才做出 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 好 小阳 进来吧 你不是回萧萧老家了吗 怎么在这里 他刚才说的话 你可都听到了 严谨 我给你当了四年的助理 对你死心塌地 清清恳恳 像狗一样 你让我要谁我就要谁 你真的只把我当狗 没用的时候就到打一趴 你胡说什么 什么到打一趴 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 你别想污蔑我 本来我也没打算把你供出来 是你自己过河拆桥的 怎么会被人发现呢 那里又没有监控 昨晚你马上就走 没人会怀疑你的 你这个贱人 这么防住我 还录音 或者这件事 你让我做的每一件 我都录音了 老虎之前 你让我把送星影 倒进酒壶里的水 换成酒精 还有上次 你让我把伤总 喝到水里下春药 不过那次伤总没有喝 还有几个月前 你跟徐岛在酒店滚床单 你还让我去给你买病药 千人 给我闭嘴 我要去警局自首 承认信服是我弄坏 但我是受人指使 我要指控雪汉烟 你 盛总 从今天开始 你便不再是圣女的一人 至于你犯的刺 到时候会有法律来制裁 盛总 我错了 把她拉下去 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你怎么会有那段视频呢 那个房间里没有监控的 那个视频难道你想不起来 哦 那是我和你的微信录屏视频啊 喂 拍完了吗 没呢 马上就拍完了 现在休息呢 宋老师吃饭了啊 他们叫我了 挂了吧 我要去吃饭了 记得你也要吃饭 拜拜 终于记起来了 哥 他才进去了几秒钟 你怎么就好像 会知道他会提前进去一样 还开了手机录屏呢 我们每次视频的时候 我都会录屏 偶尔工作累了 放松一下就看 哪有人看视频放松的 大哥 今天谢谢你 要不是你的话 我估计挑剑黄河也写不清了 你呀 要是真的行 就别叫我大哥了 那 那叫什么 叫早 可现在叫也太早了吧 我们本来就是名正言顺的父亲 有什么早的 可是我们现在还在谈恋爱啊 那你早晚都得叫啊 叫一下吧 听听 没事 那就等以后 来老婆 来头 再叫一遍 你不说了啊 再叫一遍吧 我想听啊 我要睡觉了 睡觉了 等一下 今晚你也累了 就别换浪见了 你睡着 我去睡书房 大哥 你要走啊 丫头啊 你这么叫我 我会误会的 嗯 嗯 你肯定不是说了 我肯定已经算是 真正的福气吗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了 我今晚可以留下 我说了 我说了 以后不许叫大哥 知道 老公 啊 等一下 要不你还是先去洗澡吧 好 等我回来 羞死了羞死了 难道真的 今晚真的 让你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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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睡着了 睡着了 能不能我走了 唉呀 哎呀 哎呀 我真是睡着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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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装饰都看不出来 你 你没走 怎么了 你舍得让我走 你逗我 谁舍不得让你走 是我舍不得老婆 是我舍不得你 是我太缠你 别憋坏了 是不是我把你吵醒了 没有 那你再睡会儿 晚上我会来陪你吃饭 晚上 你不是有应酬吗 应酬哪有你重要啊 你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补分了 等过一个 你的电影杀清了 咱们就对外公开 好不好 再说吧 阿谦 我这次回来 是专门回来找你的 我好想你 好想好想你 我们已经八年没联系了 史密斯太太 我已经离婚了 阿谦 我现在是单身 这是你的私事 没必要和我说 怎么会是我的私事呢 我的事 不就是你的事吗 阿谦 我想回到你身边 我们永远在一起 安晴 你回国作为朋友 我可以见地主之意 你需要什么 我都可以帮助你 但是你说的这些 对不起 阿谦 你忘了你的承诺吗 你答应过我哥哥的 只要我需要你 你就会在我的身边 保护我一辈子 其他的都可以 但唯独感情 不限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而且 这句话还是你告诉我的 你应该知道 只要是我白婉晴喜欢的 就没有得不到的 宋小姐 你认识我 我是白婉晴 是你哥哥的朋友 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当然 你是阿谦奶奶 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孤儿 是阿谦的妹妹 我不是她的妹妹 我是她的妻子 宋小姐 说出来 可就不好玩了 宋小姐 再见 注意安全 小心 心眼 你没事吧 周大哥 你怎么在这 别管这些 先去医院 走 嗯 谢谢周大哥 发生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知我 对不起 你吓死我了 没事就好 都检查过了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 伤口也不深 记得暗示图消毒药就好了 应该不会留吧 你在这里等我 我出去处理一下 有没有看见车牌号 我看了没有车牌号 查金控 恐怕也查不出来什么 那就不是一场意外 其实 我刚出来的时候 看到 看到白雪姐 也在和新一说话 什么 新也见过白婉晴啊 她说了什么 我也没听清 后来新也就 失魂落魄的 我一顿担心 就跟上去了 再后来车就撞过来了 所以我判定 这不是一场意外 或许 和白雪姐有关 你知道的 她在国外的时候 既偏执又疯狂 我还记得 你上大学的时候 曾经有两个女孩 跟你表白过 后来其中一个 因为抑郁自杀未遂 退学了 另一个 因为校园霸凌 从天台跳下 我虽然落在 安全气囊上 但最后也退学了 虽然这些事情 看上去 跟白雪姐没有关系 但你我都清楚 这些都跟白雪姐 脱不了关系 其实 白雪姐刚回国的时候 她最先找的是我 跟我 打听过你的私生活 我没有把你 结婚的事情告诉她 就是怕她像以前一样 然后伤害到新也 她已经知道 我跟新也的关系了吧 那新也岂不是很危险 我感觉 白雪姐的心理疾病 好像比以前更严重了 这次是恰好 那以后 你去找几个 身手好的保镖 按理里保护她 好 这是交给我 那 新也这边 有我说实话吗 暂时先不要告诉她 我不想让她知道 态度关于晚节的事 我知道了 新也 今晚剧组的杀青燕 你就别去了 我跟三不说一声 咱们回家 其实 今天我去过你的办公室 你跟白小姐的对话 我都听见了 傻丫头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你放心 我只爱你一个 奶奶 奶奶 奶奶你怎么了 玉嫂说你身体不舒服 你额兔怎么了 怎么受伤了 没事了奶奶 就是不小心碰到 已经去看过医生了 医生说没有答案 我看你跟阿芊一样 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奶奶 全合起火来骗我 奶奶 你说什么呢 我们什么时候骗你了 还说没骗我 看这是什么 离婚协议书 还是在你们 林郑的那天晚上牵的 我看你们 就是存心想要气死我 不是的奶奶 你别生气 先生不是这样子的 你先别生气 万一气到身子 这不马上 要做心脏搭桥手术了 我看你们 就是想要在我面前 办恩爱 护我去做手术 不是的 奶奶 一开始 我确实是没有和大哥在一起 奶奶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我们都已经原防了 真的 你真的跟阿芊那臭小子 奶奶 你可不许骗奶奶啊 怎么可能呢 是真的 我真的和大哥在一起了 奶奶 你也要好好的 我们还要陪你很久很久 到时候 再跟阿芊 给我生个大胖增孙 奶奶 大哥怎么跟白碗琴在一起 沈玉琴 你跟谁在一起 看来 你得跟你的小妻子 好好解释解释了 你早就知道 我跟她什么关系了 是你太太亲口告诉我的 所以 星野之前差点出车祸 也跟你有关 你调查了这么久 都没有查出一点证据 所以我叫你出来吃饭 你就陪我 不就是为了等我亲口承认吗 我只想知道事与不是 你没有必要骗我 那就不是 那只是一场意外 你看你 我说事实你又不相信 阿芊 你不愿意告诉我 你结婚的真相 就是怕我对她动手吗 阿芊 你太小瞧我了 我根本就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既然你已经知道事实 那我也就不必瞒你了 我很爱我的妻子 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 做出伤害她的事 如果我非让你选 非让你在我跟她之间而选一 阿芊 我欠你一条命 你想让我随时都可以给 但是你要敢伤害她的话 我也可以随时为她拼命 阿芊 你知道我的 你越是这样说 我越不会放过她 还有 你欠我的不是一条命 而是两条命 这两条命 你还不清 到底想怎么样 我要你履行承诺 跟我结婚 以丈夫的名义保护我一辈子 我做不到 我已经结婚了 那就离婚 我不在乎你有过多少女生 我不在乎你爱谁 只要我爱你就够了 只要你在我身边 我开心就够了 晚间你现在就像个疯子 你说的 我做不到 我就是一个疯子 可你别忘了 我为什么而疯 你欠我的 永远也还不清 怎么睡在这里啊 少雨倩 我们谈谈 你想谈什么 你白天和谁在一起 白万青 那张照片是他拿我手机 私自发给你的 他连你手机密码都知道 金言 你想不想听我跟他之间的事 你和他 之前是情侣关系吗 不是 可是他喜欢你 也许吧 好 那你说 我之前在国外 有一次遇到国际性恐怖袭击事件 有一个维和军人为了救我 牺牲了 而他死之前 唯一的心愿 就是让我照顾好他的妹妹 而白万青 就是他的妹妹 我吓到你了 没有 所以 你照顾他的时候 他就喜欢上你了 我承认 我没法做到对他 不管不顾 他性格极端 这也是我一直不愿主动和你说的原因 我怕他知道你我关系 会伤害你 和我亲口告诉他 我知道 所以 我也不打算瞒着你 对不起 我应该护好你的 可是上次车祸 却差点让你出声 答应我 不要私下去见他 他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 如果他主动找你的话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知不知道 我知道 阿谦 我相信你 好久不见宋小姐 哦不 宋太太 阿谦她没告诉过你 我很危险 说了 那你还来找我 你不乖啊 宋太太 我听说 白小姐是法律学院的博士 所以有些法律上的问题 想咨询一下 你说 白小姐 我想知道 在明知对方是 在明知对方是已婚人士的情况下 还要勾搭别人的丈夫 可以判几年 让我来回答你吧 如果阿谦被我从你的婚姻中抢出来 我不仅不会被判刑 更不会坐牢 反而 我会成为名正言顺的伤太太 当然 你可以从道德角度 讨伐我 但我并不在乎 因为在我看来 你 才是我们之间的 第三者 我原本还在担心 阿谦是否会真的喜欢你 但是现在我不担心了 白小姐你的三观 真的可以算得上是厚颜无耻 阿谦 是不会喜欢上你这种人的 他对你不会就是愧疚而已 因为他欠你哥一条命 所以他在尽力弥补 但是这一点 他绝不会用感情来换 宋小姐 这是比我想象中的 更要伶牙俐齿 比起白小姐 我差远了 你真是太自信了 你以为 我跟阿谦之间 他只是对我哥哥的愧欠吗 那你就错了 看来我们的事情 他跟你说了不少 不过我想知道 他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跟他之间 我为他失去过一个孩子 一个两个月 还没有成型的 属于我和阿谦的孩子 如果你要说亏欠 那亏欠的 肯定不止我哥哥一条命 而是两条命 你可以回去问我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跟他之间 简不断理和乱 注定是要纠缠一辈子 而你 只是我们中间 一个小小的疙瘩而已 很快就会被清理出去 只有我跟他 必须纠缠一辈子 欣野 你来找双总了 他在开会呢 上去等他吧 周大哥 我找你 找我 你知道白婉晴的事情吗 白婉晴找你了 我跟你说你别理他 周大哥 他 是不是和阿谦 有过一个孩子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 看来是真的了 欣野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当年他 周大哥你不要再说了 我想一个人进去 欣野 欣野 你上去 等双总开完会 还是先不要打扰他了 等晚上回家 我再找他 那你去哪 你跟我说 我陪着你 我只想一个人走走 欣野 你快给我查一下 商总的会 还要多久结束 快点 一个两个月大 还没有成型的 我和阿谦的孩子 如果你要说亏欠 那亏欠的 肯定不止我哥哥一条命 而是两条命 商与欠 到底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 姑娘 姑娘 姑娘你没事吧 我这是在哪 这是医院 你晕倒被路人送过来了 我怎么了 你怀孕自己不知道 怀孕 一生你说什么 说你怀孕了 赶紧通知你的家属过来 怀孕 我怀孕了 总裁 怎么了 刚才你开会的时候 欣野来过了 还问了白雪姐 是不是怀过你的孩子 她人呢 她走了 不让我跟着 为什么不走 跟我走 我说过 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 那你现在是连你的小妻子 和肚子里的孩子 都不管了吗 她在你那 你敢动她试试 环城西路十三号 就看你快是我的刀骨 白问琴 你要干什么 我的孩子没有了 你的孩子为什么孩子 放开我 我的孩子没有 你的孩子也不能有 不要 不要 我说 你 老头 你没事过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来 我说过 不许动我的人 我的孩子没有了 她的孩子 也不能宰 拿掉 必须拿掉 你怎么对我都可以 那是动我的家人 不行 阿谦 你答应过我哥哥的 你忘了吗 你要保护我一辈子 阿谦 阿谦 我们之间 还有过一个孩子呢 白问琴 你心里应该清楚 那个孩子 不是我的 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 尚语倩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那个孩子 是你的追求者杰克的 你给我下了药的酒 被他给喝了 失去孩子 也是你精神策划的 是你故意激怒他 让他杀掉自己的亲生孩子 这是你对他的惩罚 而且在事发之后 你还假装患有创伤刺激综合症 并且对外宣布 那个孩子是我的 我没有否认 但并不代表我不知道 不是 你是这样的 但是我现在 只想保护爱的人 所以 我绝不允许你毫无底线的伤害我的家人 我跟你之前无论如何 都不会有任何可能 尚总 静言 你们都没事吧 这里交给你来生活 好 对不起 不要说对不起 这一再是我没有信任你 对不起 阿倩 你答应我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好不好 好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你 我答应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